大家好,我是蛋塔 今天我對付影片 我必須說 我真的沒有錢人 因為我家那隻錢婆 竟然把我的錢全部都拿走 叫我自己賺 她把錢我也不知道拿去幹嘛 公司也變她了 餐廳也變她了 我的Youtube收也變她了 我什麼都沒有了 那我怎麼辦 那之前有個業配 其實我一直都不敢接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 我多麼的青年高尚 愛家愛老婆 愛小孩 就是不愛我自己 一些經濟壓力 逼著我現在 必須為了吳宗明這藥 因為我身上真的沒有錢 我沒有錢買冰色 我沒有錢買保持久 我沒有錢買羅雷 我沒有錢吃明其林 那我要怎麼生活 所以老婆對不起 這是你逼我的 那之前不管在QA 還是直播的時候 大家都很好奇說 我到底怎麼追到我老婆的 其實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該開心還是該難過 但至少 我還有這技能 那加上其實 我常在影片講 我身邊交友複雜 我有認識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渣男 常常會交流一些 譬如說 很溜的渣男招數 我是已經退休非常非常久了 可是我完全知道渣男的套路是什麼 我今天除了教你們 就是要怎麼樣追女生之外 還要教你們 假設今天你們有怎麼辦 我覺得已婚就不要啦 已婚就是 看看就好 然後我會教你們就是 要怎麼樣去防範 另一半比較不會差到底 比較比較 那這集 控制性不要太顯 不然 我講得太寫實 有很多人會失業 這樣不能對 那要怎麼暫時我的方法是有效呢 我等下交完你們之後 我會直接使用交友複雜 直接約妹出來 看看我遇到 如果先麻煩的是我身份 而且 這部影片 我完全不能 被我老婆發現 那當然我有年輕過 畢竟我這種言辭跟個性 怎麼可能沒有女生靠近我 單身有禮 暧昧無罪嘛 我曾經單身的時候啊 也是有 就是 走馬探獲啊 就是因為畢竟每個都這麼美 每個都這麼beautiful 就是很難選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一直都是有 選擇障害的 我就會常常就是 嗯 嗯 所以我覺得一個受歡迎的男生的 先決條件 最重要的兩點啊 就是講話要有自信跟 大方 先不講經濟跟長相 至少你要大方 願意付出 那講話稍微有自信跟擁誤一點 基本上你的人生的異性緣 就不會差 應該應該 那有問題在資訊的話 可是我之前因為太年輕了 我忽略一個 當渣男最重要的一個重點就是 風險評估 因為以前年輕呢 誘惑太多了嘛 就貪行都想要 所以都會用騙的 我相信很多男生一定都有過這種想法 因為 表演 人類真的是全世界最虛偽的 啊你明明叫我女朋友 就跟人家說沒有 啊你就是想要 就是那個嘛 對啊你懂就是那個 可是啊我必須要跟大家講啊 再厲害的人啊 夜路走多了 就一定會遇到鬼 我也因為曾經就是 花心啊 然後到處人家亂搞啊怎麼樣這樣 這真的是去我的最憾 我真的那時候難過了 我真的那時候難過了 大概難過了 30秒吧 沒有啊不用了 我必須講 但是我真的很難過 而且真的是 人痛過才會大徹大悟 相信這句話 我也是因為那件事情 才知道 喔原來愛是這樣子的 然後才開始學會懂得珍惜 那我今天叫一招 其實一招就夠了 就可以毀變渣男了 因為這招連我這種 頂級S牌的渣男 一招就毀了 而且就像那種 我自祥啊那種 最頂級最頂級的渣男 一招就毀了 沒有人可以招架得住 就是當你偶然發現 他是渣男的時候啊 我不管你們在曖昧 還是你們在教我 還是怎麼樣 我跟妳講不要怕 不要怕 女生往往怕的是 因為愛躲起來 甚至自以為可以改變他 屁 我跟妳講 要是我是你啊 發現他的一些跡象 怎麼樣的 直接把他攻諸於世 我跟妳講這招 沒有人擋得住 包括我 包括Bump 包括任何人 欸我剛講Bump嗎 我想要分享就是 針對那些真的在付出真心的女生 真的不要傻 用這招直接拉回來 好那我們要來先定義渣男 何謂渣男 通常就是已經有另一半 或是只有以性為主 不付出感情 不會承認 不會公開 只享受周遊列國 不會為了一棵樹放片 不是 我在講什麼 不會為了一棵樹放棄整片森林 只會為了整座森林放棄一棵樹 統稱渣男 那要怎麼成為渣男的首要條件呢 就是你要有一顆堅定的信念就是不要付出真感情 絕對不要當付出比較多的那個 因為在感情世界裡 付出比較多的一定是輸家 那可有可無的才是贏家 因為他不只是要你 他還要大家 因為渣男都會很巧妙的讓對方覺得 喔我只愛你 可是其實他的目標是全世界 因為每個人都是他的目標 男生就是都很專情嘛 通常都是喜歡年輕貌美的 不管我們在20歲也喜歡20歲 30歲也喜歡20歲 40歲也喜歡20歲 就是我們都會喜歡年輕貌美的女生 可是我這邊必須講 你們所謂的年輕貌美的女生 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非常的高風險 為什麼呢 雖然說他們漂亮可愛 看起來吹彈可破 可是呢 他們第一個 不會有什麼精進能力 第二個 他們天生都有優勢 第三個 就是他們主動靠近你 其實我覺得我不講全部 應該都有目的 對我講真的 那這點大家一定都會非常有感 那當然你有錢 覺得喔你可以去交換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倒無所謂 可是我們今天要當一個最渣賞的就是 蛤 我什麼都不想付出我就是要那個而已 就像我現在一樣喔 如果我跟哪個女生游覽 跟女生只要一抱 蛤 我也什麼都沒了 所以很多那種低端渣男 就是沒有做好風險品 才會搞到家破人亡 殲滅戰 身敗名裂 但他活開 實在他沒有跟我們一起 好那什麼是低風險的呢 所謂的低風險族群就是 有另一半的 有經濟能力 跟隱婚的 我跟你講這三個是風險最低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這三點他們不吵鬧 有經濟能力的先不講 因為他至少不會騙你錢 他至少就是 他有點能力可能有點年紀 他不希望你花錢 因為他可能真的喜歡你 真的只想要你陪伴的 單身少婦 有喔有這種東西還蠻多的 那他可能只要有你的陪伴 就是他還會請你吃飯 還會帶你去走走啊 你只要陪他貪貪心 他那個 那不一定啊 那我不知道對 別人跟我講的 那當然呢就是 已婚跟有另一半的風險是更低的 為什麼呢 就一件事情啊 因為他們比你還怕 等到真的發生什麼事情呢 甚至他們還會幫你想辦法 安全下床 那當然就是其實 渣男沒有什麼情感交流 真的就是直接分開的時候 其實世界還是一樣和平 還是一樣美妙 那我們還是可以繼續的 快樂過人生 這就是我所會講的風險評估 而且其實風險沒有 基本上做得好啊 根本就不用狂犯什麼 其實我不懂那些 真的想劈腿那些人 你想劈腿 然後你就找一個超煩的 然後你要同時面對兩邊 訊息什麼什麼 啊長來長去 啊你又兩邊都顧不到 最後兩邊都爆炸 一無所有 賠了負了又責兵 兩邊就是低端渣男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非常怕麻煩 所以我不會把這種麻煩 所以我不會把自己的麻煩 我憑你夠嗎 我還要面對兩邊 三個四個 然後一直翻 一直翻 然後我還要一直說謊 去騙兩邊 太難了 真的不適合我 對好那我目標選完了 再來就是 我今天要假設我是個渣男 其實是這個心情好奇怪 我一直覺得我老婆在後面 這樣看著我超可怕的 好那接下來就是 現在的女生又出什麼招去抓男生 然後男生要什麼防範 一次講完 一次中立 那其實現在已經錄到這種啊 這種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好講的 因為房屋聖房啊 就是如果你要當一個職業渣男的話 我跟你講就是訊息傳完就刪掉 沒什麼好講的 改名啊換圖啊 那個其實基本上 一直突襲突襲突襲 總有一天會抓到 那其實這幾年 因為科系發達啊 有一個抓天方式 甚至很多女朋友 都會強制要求她男朋友裝的就是 定位系統 那這招真的是絕 因為 我也研究了很久 到底要怎麼樣過去 如果女生比較笨一點點 可能就把定位關掉 然後裝死 就是她會問 欸為什麼你離線了 因為她可能看不懂啊 那你就說啊 我不知道啊 可能那些訊號搜尋不好 欸我不知道 欸怎麼了嗎 室內的 或許有些女生 就不會多想 你只要離開那個關鍵地方 再打開 那可能就沒事 可是啊 什麼飛 什麼棒棒 什麼棒啊 什麼有的沒的啊 你把那個東西關掉 它其實是有完整的文字在說明 就是你把它關掉 那就可以怎麼拍到 那再來 比較終端的考法是 大家還記得有玩寶可夢嗎 那這個其實 ANGEL手機會比較適合 就是你可以用電腦的軟體 去改變它 那這個我就覺得 非常的適用 那相信就是去 上網Google 那再來第三個比較覺得 就是直接兩隻手機 那再來啊 之前有看到有Youtuber 就是在說 可以用它手機的使用數據 來看說 它到底睡了沒 寶貝我睡了喔 喔好 那就跑動敵啦 對不對 所以才有人去教說 欸 你說你睡了 可是為什麼你的數據 使用量是最高的 那我會覺得啊 就是身為專業的渣男 出門的理由 千千萬萬怎麼 幹嘛說你睡了 騙說你假扮啊 像我這種太好解釋的應酬 這我是覺得很多方式可以靠 就是啊 我睡不著啊 換手機啊 那還是要回到關鍵點就是 你另一半相不相信 我是覺得啊 當一個女生就是 已經徹底懷疑 這男生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要抓啊 真的嗎 跟從他有心臉 知道 真心 所以我現在要教 如果你真的被抓到的話 該怎麼辦 如果你還想挽回這段感情 你該怎麼做 那基本上抓到的 第一個就是對話訊息 這個要看就是 當下的內容在哪 那我這邊可以分享 我一個朋友 比較白癡的一個概念 就是 他常常去約外收 都會跟你約外收的 對話 有一天他忽然被他老婆抓到 你怎麼就是都有這些對話記錄 喔他厲害啊 他跟我講說 他在做生意 他在當馬夫 因為女生很奇怪喔 就是女生只要覺得 這件事情是賺錢的 是對另外一半好的 是對家裡好的 基本上 他的敵對性 就會降低50% 你看 你常常去嫖妓 他覺得是爆炸 很熟 甚至什麼事情都沒辦法 可是你說你在做生意 那你吃嗎 等一下幫人家介紹 齁 態度185就轉變 他會跟你講說 你怎麼去做這個了啊 你怎麼去做這個了 你能不能不要做了啊 拜託你不要做啊 可是他是在為你了 他沒有生氣 他只是擔心你 你有危險 所以這關就過了 還有另外一個Andy 也是我朋友的 就是他有一天 去哪裡證據了被發現 被詞問說 你沒去哪裡 他其實去那個 可是他是說 老婆就是 那我跟你講那你不要生氣 我有吸毒 當然當然 女生聽到這些 這件事情就斷了嘛 那你怎麼幹 怎麼幹 可是他成功的完成了一件事情 叫做脫離主題 女生也很奇怪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 我常常有問過 常常問過我 反正就是 吸毒跟嫖妓 你們比較能接受來的 這實在跟大家分享 70%的女性可以接受吸毒 可是絕對不能接受嫖妓 好那教大家這麼多了 你也學會當渣男的 你也會風險評估 你也知道 你選擇選擇的目標了 那我們就直接拿 妖軟體來試看看 到底 有沒有辦法約出來 好那觀眾 那就是 我終於成功約到 我想要約的女主角 在聊天的過程中 我已經確定她是已婚的 而且照片看似蠻漂亮的 那為什麼我要說看似呢 因為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呵 你們這群媽媽女生 放的照片都媽一些 詐欺詐欺詐欺的 可是沒關係 等一下我就知道 狀況怎麼樣子 那身為男生呢 首先一定要大方 所以第一次見面 一定要選一個非常體面的 下午茶 我給大家看看畫面 第二個就是準時一定很重要 所以我提早了 將近半個小時過來 那我們就 在女主角進來 那我會盡量用偷拍的方式 拍到她的臉 然後 看看接下來的八組 OK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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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哈囉哈囉 我有點緊張欸 不行 第一次啊 我沒有用過這種東西 欸我問你喔 你這樣出來的 老公不會怎麼樣嗎 不會啦 真的嗎 就不要跟她講啊 可是我老婆會怎麼樣嗎 真的喔沒關係啦 可是我 我今天 騙她說我去別的地方 那就不要讓她知道你有來啊 欸 她酒好喝嗎 還不錯 欸甜點她超華麗 其實我沒有吃過這麼女生的東西 你喜歡嗎 我很喜歡啊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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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